了解完同步任务和异步任务 这样的一个执行序序以后 我们接下来学习一下第三个指点 叫做阿甲克斯原理 首先什么叫阿甲克斯 刚才例子当中其实我提过 阿甲克斯叫做异步的JavaScript AndSML 其实这次的单词缩写 第一个单词叫做异步的JavaScript AndSML 它其实是一种交互的方式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前端跟后端 进行这样的数据交换 然后通过阿甲克斯 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异步的更新 也就是说可以在不重新加在 整个网页情况下 可以对网页的某个部分的数据 进行一个局部刷新 所以很多人说 没有阿甲克斯就没有互联网今天 因为阿甲克斯其实让我们 很多的这种用户体验会更加的友好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是阿甲克斯原理 这个其实也是在大家找到 做面试的时候 几乎是重考逼问的一个问题 对吧 其实阿甲克斯原理就是问大家 如何我们原生的GSI码 去实现一个阿甲克斯 其实我们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一下 阿甲克斯的原理 阿甲克斯原理一共分为这样几步 大家看 第一步 我们呢需要去创建 SML RTGP Request这样一个对象 OK 我们现在要先去创建一个对象 往这边放大一点 所以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创建当前这个 SML RTGP Request这样一个对象 大家看如何创建 比如说我用ES5的语法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挖一个 SML RTGP 挖一个这样一个值 一会儿我们再复值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个值 它其实是有一个兼容性问题的 大家看 我们需要判断 如果当前Window这个对象下面 是有SML RTGP Request对象的 那么说明当前这个语转器是 IE7和之后的版本 包括我们现在常用的Chrome 或HU这些版本 相当于它支持 SML RTGP Request这样的对象 那既然支持的话 我们直接就给当前这个值呢 去new一个 SML RTGP Request OK 这样一个操作 否则是不是说明当前Window下面 没有这个对象 那么当前你用的浏览器 可能是一个比较早的版本 所以为什么我写WR 因为如果当前浏览器 比如说是IE6 甚至是IE5 这样的 你想要写不支持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旧的语法 去完成一个RGP Request原理 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 OK 然后如果是不支持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当前这样一个值 就需要等于new一个 i7x object 然后这里面传递对应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Microsoft SML ATP 这个大家要写 大家不要写错 这个参数就估计语法 大家只要记住就行了 这句话呢 是为了金融 早期流氧器 OK 当然现在大部分流氧器 已经都支持 ATML ATP Request 这个对象 所以说下面这个呢 除非是 你使的是比如说IE5 IE6 才会到这一步 然后呢 第一步充电完就像以后 我们执行第二步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发送请求了 怎么发送呢 我们既然使用二维对象以后 在这对象下面 有一个叫做open的方法 在这个open里面 我们可以指定 相对应的方式请求 这样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当前就 发送了一个guide请求 我想获取一些值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要往哪个URL地址 去请求啊 比如说这边呢 一会儿我去定义一个URL地址 比如说我ware一个URL 然后呢 等于 在这边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 我在微信小程序 那边实战课呢 我部署的一个接口啊 那接口呢 能够返回对应的 搁单的数据 我们一会儿通过这个接口呢 来测试一下 当前我们封装这个函数 是否是正确的 这个接口例子是这样的啊 我是把它部署在 我自己的服务器上 当大家拿到代码以后呢 可以自己去测试 然后呢 我把这个参数 放在我这里面 第三个参数呢 是一个处 大家只要跟进去处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发送这个请求 通过smlgdp.sand的方式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请求 发送出去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去接收 服务端的 这样一个 响应 怎么接受呢 大家看 我们通过当前这个对象 我们呢 去监听一个事件 叫做on ready state change 然后等于一个方法 就是事件处理函数 这个事件名称呢 指的就是当前 服务端如果有响应了 那么它就会进入到 当前这个事件的处理函数里 然后呢 我们需要判断 只有它正确反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才需要 接收的对应的值 对吧 怎么判断呢 我们通过当前 它的ready state 如果当前的 这个ready state的值 等于4 并且当前 它所对应的状态码 等于200 随便闯个t啊 大家都知道200状态码 是不是正常的 对吧 比如说404 就一般找不到嘛 对吧 200正常的 这时候 我们才需要 当前这个值啊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通过 srmlatprequest.response.test 去得到我们对应的值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直接通过 json.pass吧 因为它得到这个字符串啊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样可视化 把它转化成一个 对应的对象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对象的值啊 大概代码第47 大家没发现 这边就能够顺利输出值了 点开result 其实反回了30条数据对吧 大概每一条数据 其实对应都是一些 隔单的信息啊 这些具体的数据 其实我们不需要关心 我们只需要关心 通过当前 我们做的这样一个 r.x原理 我们自己封装这样一个方法呢 能够实现一个 r.x的请求 其实这个就是r.x原理 这个呢 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接下来 我们可不可以 把当前这样一个原理 封装成一个 对应的函数呢 大家 比如说当前 我定义一个方式 它就叫做r.x 然后呢 我想在这里面啊 传递一些对应的参数 比如说传递一个URL的值 因为这个URL呢 可能是个配置 对吧 这时候 我把刚才咱们封装 这种代码 直接把它剪切 剪切到咱们的 这个函数里面去啊 OK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函数 然后呢 当我们去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希望再给它 传递这个参数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r.x的请求 这个函数 不就是可重用了吗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去 传递这个URL 做对应的值 当然这个注释 我是不是应该放到 这个上面去 对吧 就是要放到这 同样是不能得到 对吧 然后呢 我有这样的需求 我不想说 你得到这个结果啊 是在你这个函数里面 就输出的 我希望 当前啊 我还能在这边 传递一个对应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表示的是一个 回家函数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请求 响应完成以后 当我得到这个数据以后 我能在这个函数里面去 得到这个数据 大家听到我训终了吗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参数 对应到我的 阿迪克斯的请求这边 我是不是应该 对应一个回家函数啊 比如说我们就叫 callback 表示回家函数 那什么时候 叫callback 大家想一想 当我接触到 虎端响应以后 正确想象这个值 我是不是 就可以调用callback 然后把对应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 传递进来 对吧 传递进来 这个obg会对应到哪 是不是对应到 当前我这个函数的 这个参数这个位置 对吧 我呢 现在把它改造成这种 箭头函数的形式 大家看 比如说这个响应 我们就叫 raise bounce 响应的意思啊 我们就简称叫做res 写一个箭头函数 我在这边 输出res 大家看代码第54号 54号 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输出 刚才我这个歌单的接口 所返回这些歌单进行 对吧 这没有问题 所以说 当前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这样一个 RX原理 封装成了一个 可复用的这样一个函数 以后呢 当大家想使用这种RX的时候 我们只要 这样一个函数 就可以 OK 我们讲完这个RX原理以后啊 我们再讲 下面一个指点 叫做callback hill 这个叫做 回掉深渊 或者叫做 回掉地狱 是什么意思呢 我举例子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前面是不是封装了一个RX方法 对吧 发送了一个请求 但是我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当前我可能有多个RX的请求 比如说我有三个 然后呢 这三个请求 它们之间是有相应的阴害关系的 什么叫阴害关系 比如说 我希望 第一个请求 执行完成以后 再去执行 第二个请求 当第二个请求执行完成以后 再执行 第三个请求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话 这三个请求之间 是不是就有一个顺序 或者叫阴害的关系 但是大家想一想 RX的请求 它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 异步操作 对吧 那我怎么能知道 当前一这个任务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其实 刚才我们封装 RX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传递的第二个参数 这样一个callback的函数 它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就知道 当然如果这个callback的函数 被调用了 那就说明 当前我这个请求 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异步操作 是不是完成了 因为我这个callback 是不是等到 当前创建对象成功 发行请求成功 服务端想象成功 都完成以后 我才去将这个callback 对吧 所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当前 一完成以后 要重新二 二完成以后 重新三 那么 我是不是可以在一的 这个我们就做 回到函数 是不是可以在一的 回到函数里面 再发送二这个请求 然后二的这个回到函数里面 再发送三这个请求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我们举这个例子 大家看 我们就不往这个 接口发行请了 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其实这种二的请求 它不仅能够读取 接口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 我当前本地有一些文件 大家看 我在static下面 注意 我当前在static下面 我创建几个文件 新建一个 比如说一个叫做 A.json的文件 我们前面一期说过 json是不是叫做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对吧 叫做GS的对象表示法 其实 现在前后端 比如说我前端 往后端 发送了一个 二甲科请求的话 那么 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比如说前后端数据 这种数据交换 这种数据格式 基本上都是这种 json的格式 所以说 我只使用一个json文件 去模拟一个 这样一个json格式 数据 大家要理解 比如说 这里面是一个 大多号 我们知道 json对应的就是对象 对吧 然后你们的每一个参数 是不是都应该是以 双引号去包裹 比如说当前 它就表示一个A 然后它对应的值 比如就是 我是A 很简单 对吧 这是这样一个json格式 保存 然后同样的 我在其他一个下面 我再去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叫做 B.json OK 它的内容 跟A是一样的 我就复制一下 只不过 它内容表示的是B 代表我是B OK 同样的 我在新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叫做C.json 然后呢 对应的值 比如说是C 然后呢 我是C OK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自己创建了 这三个json文件了 对吧 OK 分别表示ABC 我们就放在 SYTATIC 这个文件夹下门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我现在要完成我这个需求 比如说 刚才我所模拟的 123这个需求 我就想去读取 A.json 读取完成以后 再去读取 B.json 再去读取 C.json 我们还用刚才 碰到这个阿里克斯 这种函数 那这边应该 怎么样去实现呢 其实我建议大家 可以把这个视频暂停 然后呢 在自己的天脑上面 先尝试一下 然后再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OK 大家看 我们前面是不是碰到 一个阿里克斯请求 这样的方法呀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看 我既然要读取这个数据 那么 调用阿里克斯 这样一个方法 第一个传输 我们先把传递 是一个URL 那么 当前我这样是不是 并不是一个远程地址 而是一个 本地的一个Json文件 它原理是一样的 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读取的 是不是static文件夹 下面的A.json 它表示我们的第一个 阿里克斯这样的 一步操作 URL地址 然后呢 第二个传输 对应的是不是一个 回调函数 我把它写成这种 见头函数形式 大家看 比如说RES 表示它的反复值 我们看一看 我们输出这个RES 大家看代码 第59行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输出 当前我Json里面 所对应的这样一个数据 A 50A 这边数据是A 50A OK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顺利地 完成了一个 阿贾克斯的一步操作 第一步 完成了 第二步 刚才我说 我们这个第二步 希望是在第一步 阿贾克斯请求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第二步 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这个callback 表示完成 所以说 我是应该这个里面 再去发送一个 阿贾克斯请求 这时候 我读取的 是不是Static 这个文价下面的 B.js 对吧 同样的 它是不是也可以 对应一个回答函数 这里面我们这个RES 读取的 是不是当前 离它最近的权利 对吧 我们看代码 这61行 是不是能输出B 我是B 这是读取的是 B.js里面 对应的这个数据 对吧 第二步 已经完成 第三步呢 刚才我们说 希望第二步完成之后 再去完成第三步 那第二步 什么时候完成 是不是要在 当前这个函数的 回答函数完成之后 在里面 我们再去发送一个 阿贾克斯请求 在这里面 我们再去读取 Static 下面的 C.json 这个文件 然后呢 同样的 它也有一个回答函数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输出这个RES 当然这个RES 代表是不是 当前跌最近这一个 虽然这个名字 都叫一样 但是我们在 综合运链里面 找的时候 是不是先在当前 综合运链去找 对吧 如果找到 那就是它 如果找不到 是不是再找外面 对吧 大家看 代码 D.json 是不是输出一个C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完成了 我刚才那个需求 我希望呢 是三个 异步的 爱戴车请求 然后呢 它们之间 是有一定的 因爱关系的 对吧 比如说在我这里面 B可能因爱于A C呢 可能因爱于B 比如说在实际项目当中啊 其实这种场景 非常常见 比如说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在项目当中 经常会用到一个 这样的操作 就是说 当我想选择地址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个叫做 省市县三级联动 什么叫省市县三级联动 比如说 当前 第一个请求 我先请求省 所定义的信息 比如说我在 黑洪江 我先请求黑洪江 对吧 当请求过黑洪江以后 它是不是要根据黑洪江这个结果 再去请求黑洪江下面所对应的市 比如说 请求过在哈尔滨市 大庆市 齐哈尔市 门江市 等等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当前我在哈尔滨 我选择个哈尔滨市 OK 然后 它是不是要根据哈尔滨市 这个结果 再发送第三个请求 去查询 当前哈尔滨市 所对应的下面的这些 区域也好 或者县也好 所以大家想想 刚才我说那个省市县 这样三级联动操作 是不是它的这样操作 就符合当前我说这样一个场景 对吧 每一个请求呢 都取决于上一步 你选择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请求之间 就形成了这样的 应爱关系 对吧 大家需要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这个意思呢 虽然简单 但是它是有实际的应用场景 那大家想一想 那其实当前这种写法 大家看啊 是不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往里面去写 对吧 层层嵌套 如果当前我的结构 可能更加复杂 比如说可能有四五个请求 或者五六个请求 它们之间都有这样的 应爱关系 那么我这边层层嵌套 是不是可能叫嵌套 四五层或者是五六层 其实这种呢 就叫做 Callback Hill 这个叫做 回掉深渊 或者叫回掉地狱 因为当前这个代码 越写越深 然后呢 代码结构越来越复杂 其实对于代码的 可读性也好 或者说以后的维护也好 其实都并不友好 这个呢 就是Callback Hill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所以呢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讲解 在ES6当中提供的一些 异步操作解决方案 它呢 其实就是针对于 当前这样一个Callback Hill 这种代码我们结构 越写的时候 越写越深 这种结构 去实现的一些 异步操作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可以对这样的异步操作状态 进行管理 所以说 在我们真正讲解 ES6 异步状态解决方案之前 大家一定要对于我们 这节课 讲解这个内容呢 真正的了解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到底什么是阿里克斯 以及 什么叫做回家地狱 只有了解这些以后 我们知道它的问题所在 我们才能够 更好地体会到 ES6 这种对于异步状态管理 它的好处 它的优势 到底在哪 所以呢 后面的课程 我们一起来学习 在ES6当中 有哪些 更好的方式 能对于当前 我们这些 异步的状态 进行管理呢 那我们 下面的课程再见吧